你們知道嗎? 我們女生喔! 財庫就在哪裡? 你真的有在賺? 你是什麼時候放的啊? 一、兩年前 有沒有? 我這兩年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 三、四、五倍在進帳的 有 大家好,我是蔡 這幾天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到我之前當空姐的時候 姐姐們或是妹妹們跟我講過 非常非常多奇怪的話 大家還記得我有一支影片 跟下題有關係 沒錯,就是那一支啊 我又想起來 就是他們跟我講的一些 百思不得其解話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做空姐系列 今天我要跟大家講三個 我聽到荒唐的留言 但是呢 我又不能說它是假的 第一點 啊,啊菜啊菜 嗯,我這個運動好熱喔 可以借我你綁頭髮的嗎? 來來來 這邊這邊 給你給你 大家都覺得說 借這個髮圈很自然啊 而且是不是非常多女生 我都會把這個髮圈綁在手上 所以呢,我當空姐的時候 我在飛機上 我也就是會綁一個 因為隨時隨地 可能到外站都會要用啊 好了,那一天我又在飛機上 然後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而且真的很會管事 他看我手上有這個 他說 他說 又怎麼了 他說 你手上啊 綁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 常常會有煩惱 嗯 好像有一點點 那你是不是 思緒常常雜亂 飛到國外的時候 想說要買這個還是買那個 確實是有點雜亂 難有 缺乏 那我心想說 這姐在說啥 沒有一天到晚都在說我呢 結果 他就說 妹我跟你說 你這個東西不能綁在手上 他會對你的運氣非常不好 蛤?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要開運的話 你就要把它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就是不要綁在手上 我說 為什麼 他是說 你有聽過古人說 三千煩惱絲 就是說呢 我們的頭髮 它就是那個絲 我們要把那個我們的煩惱綁起來 所以呢 如果你把煩惱 帶在手上的話 這個是對你非常不好的 於是我聽完我想說 我就從今以後 再也不把它帶在手上了 然後煩惱有變少嗎? 好像又有這麼一點點的變少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過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如果你們懂這番道理 好像聽起來很荒唐 但覺得好像又很有道理 你們自己去試試看 然後你們在下面留言跟我講有沒有 第二個 也是聽起來荒唐 好像又沒這麼荒唐 空服員們很多很厲害的人 玄學啊 人生啟事啊 都蠻豐富的 都蠻豐富的 然後那天剛好呢 我又是飛一個長班 他們就在聊就是說 空姐一個月賺多少錢 空服員 尤其是在香港空服員很多 都是有副業的 他們的副業並不是說 只是去打打工啊 可能他的副業是 他開了一間 咖啡廳 做一些APP 就研發一個APP 然後你可以自由的去看說 欸你到哪一個地方 買那種船票啊 然後要去哪裡玩很便宜啊 哪一間餐廳最好吃啊 裡面都會有 就是空姐密集這樣子 然後甚至有些人 第二份工作是 像我就是打遊戲嘛 然後大家就在講說 啊你們有沒有第二份工作啊 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但之前 我只能說之前呢 其實我們的薪水 是比現在高非常多的 之前以我的時薪來講好了 我可能做了七年嘛 那你的薪水會慢慢調整 所以呢我當初是零 一個小時可能有到 兩百多 但現在聽說呢 好像只剩下一百多而已 那當時我們已經覺得很少了 在那邊的空服員 我們簽約的時候 我們上上一屆台灣的空服員 他們去簽的時候 他們是永久的housing 也就是說你在那邊住 就一輩子 不用付房租 就是公司會補貼你 那我們當時簽的時候是只有 我忘記是七年還是八年了 所以大家想要在那邊繼續做 總是大家都希望可以多賺一點 就是會有另外一份工作 這時候姊姊就說 你們知道嗎 我們女生喔 財庫 就在哪裡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我們女生的財庫 就在你的梳妝台 所以呢 你在你的床邊 一定要放一個梳妝台 因為當時像我現在 我這邊本來是梳妝台 然後我就跟裝潢說 欸我不想要 因為我想要把床放大一點 自從我想到這個姊姊的話之後 他就說你不管怎樣 你一定要在你的床邊 擺一個小鏡子 然後在你的鏡子旁邊放一個梳子 立馬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就有一個鏡子 鏡子下面 還有什麼 梳子 好啊 你說真的假的啊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是亂宣傳欸 那你們就看我這幾年 也還是下一集我們來 就是我們的薪水大公開 哇 他最有資格說 你真的有在賺 你是什麼時候放的啊 一兩年前 有沒有 有 我這兩年是不是 很厲害 三四五倍在進帳的 有 對吧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幹這姊姊一定是亂講話啦 風水什麼之類的 那天我想一想 因為說啊既然講了 反正不做白不做啊 我就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 案子一直來 真的欸 你如果講一兩年前的話 確實就在那時候 是不是 大家如果你們覺得非常困惑的話 我跟你講現在立馬 鎖刀 去買個鏡子 然後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過了 一陣子 你來跟我講說 有沒有什麼改變 你不要再問我說 啊蔡你都怎麼那個怎樣怎樣 啊蔡你都怎樣怎樣 那我今天就公開給大家知道啊 這是我在飛機上學的東西喔 你有什麼想法 我自己本身 從旁邊也有一個梳妝台 你看你也是不是越來越 確實滿衣食無缺的 對不對 姐妹們 梳妝台梳起來了 今天這一集 沒有看的 趕快 傳給你各個姐妹們 好 第三個 這個呢跟開運比較偏無關 但是我聽過最扯最扯的 那一天呢 也是一樣我在飛上 是我剛睡覺起來 就是剛出來 然後我就自己把自己用好啊 梳洗一番之後呢 然後我就自己去 結果之後我就看到 有一個 妹妹 然後就站在那個廚房的角落 錯氣 然後我就想說 幹我要上去問嗎 因為畢竟我們都是 飛一次 然後你搞不好下次也不會見到對方 就覺得 好像人家的私事 然後我第一次跟人家飛就不好吧 然後之後呢 像姊姊啊 他們其他人就下來了嘛 我就 就說 欸這 我說那邊有人在 不知道好像很傷心還是怎麼樣 他就惡化不說走過去 然後就問他 就是你怎麼了 是客人欺負你還怎麼樣嗎 他說 喔沒有我沒事 我必須要哭 你就是要每天哭 你才能減肥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荒唐 是不是覺得很荒唐 我這個 傻爆屁眼喔 所以你沒有發生什麼事嗎 他說沒有 我說 哭可以減肥 你是聽誰講的 他說 你可以自己上網去查 然後我就聽完了 我就超傻眼 他說呢 你哭呢 就是你會燃燒脂肪 然後除此之外呢 你會帶一些不好的 這個 壓力 對 或怎麼樣 所以對減肥是非常好的 於是我覺得荒唐到不行了 一下飛機馬上就想說 好上網去查 結果 有多篇報導 你就打 Crying can lose weight 你就會發現非常多 都在說 我要講是不是假新聞還怎樣 結果沒有欸 他有一篇講說 尤其是在晚上7點到10點的時候 然後 是最好的時機 什麼意思啊 你是不是覺得很不可自信 然後重點呢 他還說 你的哭是要來自你的emotion 就是你的情緒 而不是去切洋蔥這種動作 反正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沒關係 你們可以自己去搜尋 你就打都打英文 然後我有找到幾個網站 他還有reference 誰說誰說 然後還要去support這個論點 我又覺得這世界是不是瘋了 不過沒有關係 我並沒有實驗就是 晚上7點到10點哭 會不會真的瘦神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說 就是在飛機上其實非常有趣 因為你可以接受到世界各國 或是每一個人在這世界上 所碰到的事情 分享給你 你覺得是我瘋了還是你瘋了 結果上去查 原來是我是個井底之蛙呀 前面兩個呢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後面第三個呢 我是覺得沒有這個必要啦 就是好好的去運動就好了 但當然我跟他講這句話 他就會跟我說 那我可以一邊運動 然後之後再哭啊 邊哭邊運動 我想說好吧 既然你選擇這樣 那我也是選擇尊重你啊 好啦今天呢 這三個非常瘋狂的論點 你可以去試試看 你可以去上網找看看 下次呢 再跟大家share 更多有關空服員有趣的事情